各位大家好 我们今天为成小华爵 来为各位介绍一个 我们一样是称为金钟之王的 所谓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华严经在大家的这个概念里面 其实非常非常庞大 所谓的分有上品华严 中品华严下品华严 那但这个华严经的起初呢 其实也来自龙树 龙树菩萨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特别来讲到 龙树菩萨跟华严经的关系 那大方广佛华严经 这部经其实这个 说实在的是 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非常 非常不可思议的 非常深眼的一个 法界的很多真相都在里面 这是相传释迦摩尼佛 在成佛的时候呢 直接打开来 打开法界的真相 对所谓的这些 文树树菩萨的普贤菩萨 还有一些等于一些成就的菩萨呢 讲法 诸佛呢成就的时候 都会对在另外空间 对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菩萨呢 其他的神呢 来讲法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那他在人间呢 一般人 释迦摩尼佛在人间呢 伊基49年一样呢 是有一系的 从罗万法到菩萨法的讲法过程 但他在他自己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呢 一个因言之下呢 打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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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者被打开来了 其实所谓的七七四十九天 在那个菩提树下 证悟 其实这是有因言的 希望在耶稣这边也是一样 在沙漠里面 七七四十九天 其实老子这边也有他一边的证悟的打开的过程 只是没有被特别的写下来 其实东西方神下来 都有一个相当大的因缘 佛异约大师因缘的视线 那释迦摩尼也是一样 在一些安排之中 时间到了 就把它打开来了 并不是因为他修了我六年的苦行 就证悟 其实还有更大的原因 更大的天机 因为这些节者下来 就是为了在人间 先打开一些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人与佛 佛道神 东西方的这种宗教的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先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见识 要不然一般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神 什么是佛 什么是道 都不知道有所谓的神的存在 那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在适当时机 在一个文明起来 到一定时机的时候 这个东西方的神 就寿命下世 下世传华 那这个过程当然很辛苦的 因为在这个三界里面 在特别壮造的三界里面 其实众生颠倒 里面的一些 所谓的生活环境 思维 你这个人心 人脾的思维 其实以华界都是颠倒的 都是颠倒的 所谓的颠倒众生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大方广 佛 法颜经 这个也跟妙法联华经 一样 被称为诸经中之王 经中王中之王 有这样的说法 那这是一个 因为里面的境界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大概前所未有听到的一些 佛菩萨的名字 一些神啊 一些王啊 一些很多很多 大概怎么讲 可以讲说 数不尽 数不尽的这些 另外空间也好 这些神的名字 几乎都被他提到了 提到了 当然这个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经 大方广华言经 也可以讲说大发 它也称为什么 华言大不可思议解脱 解脱经 那这是见证到说 一个结者的证悟 所打开的境界层次 那释迦摩尼的地址的整个 他在这个所的 把 就是集会 把释迦摩尼佛讲过的话写下来 这个这些罗汉呢 所谓上座部的集会里面 大众部里面 留下来很多经典 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华言经 所以才有所谓的 在这个西元 西元二年左右 西元 这个 第二世纪左右 西元前二世纪左右 这个龙素菩萨 龙素菩萨 他这个怎么样 他入龙宫 取出这个华言经的这件事情 那听说他看到了上品华言 他其实有看到上品华言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 一般人是听不懂 看不懂 中品也是一样 所以他拿一个下品华言出来人世间 当然这个拿这个下品华言也不可思议 这个也是写起来 你这个拿出来 他其实是应该是另外空间的东西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做小华姐的是 并不是我们在一经解治 我们不是让大家来看一遍 这个所谓的大方广华言经 我们不是在介绍华言经 他内容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修持 吴师福利菩萨 善采五十三餐 还有普贤行宴 怎么样去修持就对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并不在解释这个经典的 那些细节 我们特别要的是以一个佛神大法的传承者 也就是说 在宇宙根本大法的传出来的过程 我们以一个德法的一个修炼人 所明白的这个 从佛洛国义修集的这一步法所带来的这种起悟 从德法 然后物 德物行政 这个去把它打开的过程里面 就是来解 来解这个华言经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小华解的是一切如来心 Mini 全身设立 宝雀印 托隆女经 但这部经呢 也是有关系的 等一下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各位会注意 就知道这一件 即使跟 龙树入龙宫有关系 那在《妙华灵婉经》这边呢 也有提到文术树立 菩萨的入龙宫 为谁 为龙女 为龙主 讲法经 就是讲述正法的这部经 那很多不可思议 就是几乎都会讲到龙宫 那中国的地图上 各位当然可以看到了 东海 东海有东皇龙王嘛 对各海 都有龙王 这是经典中切实的 那一般我们一般 皇屋鼠子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它处于在另外空间的 在另外空间 那其实在波曾大法的传承的 这个所谓创促法王 传这一步法的过程里面 宇宙根本大法在打开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你去苦修苦行 累积多少资良 来这样 来这个就是怎么讲 叫做你去修苦修出来 很多直接就是师父直接穿法 就直接跟你点破了 可能一个人修了二三十年 没办法破的关卡 可能一看到法 听到师父讲法的几句话 可能一段文章而已 整个打开来了 超过他过去修行的所有境界层次 甚至他们法门中的师父所传承的那个境界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那所以其实为什么为神要来做这个小法节 因为得到佛神大法这个创世主开天辟地的这个根本大法 在传到人间的时候 你所传承的这个佛神大法 从佛罗国会修起的法 有别于所有罗汉菩萨 那现在世间留下来 以这个如来 释迦摩尼如来 对不起啊 各位所传出来的这些法 其实都是罗汉法菩萨法 所以各位还没有见证到这个所谓 从佛罗国会修起的法 这一传的话是怎么一回事 这里就是也是讲到说 千佛灵魂万主下界的天机 宇宙在陈珠外面中 非常庞大的宇宙在陈珠外面中 这个快要崩解了 末法末节的最后 宇宙很深很高层的空间炸掉了 这个爆炸的理论在科学家有探测到一些 那在这个情形 在宇宙深层的空间的这样的过程里面 创世主 创世主 这个大节者 创世主 他一念慈悲 不忍心这么庞大的宇宙天体 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宇宙大穷 无量的生命 即将要因为崩解而毁掉 这跟我们讲的 人不死 沦为转世 灵魂不死 原神不死 不一样 这是整个庞大的生存空间 整个炸毁 长城空间都炸毁掉 等于几乎是 我们讲一个生命被摧毁到 从围观到宏观 整个都被销毁掉 心生切灭一样 那整个庞大宇宙天体即将 整个完全毁灭的时候 大家知道 这是非常严重的大事 所以当年 创世主 沉沉宙的沉沉下走 一念 一念 要挽救这个宇宙 所以一念 沉沉下走 在沉沉下走中 号召的 所谓的很大的天体 无量的大穷里面的 很多的 就是说 法王天主 随他下世 正法 更新宇宙不再沉出外面 所以在宇宙的 这个非常多的 沉沉沉中的一些 法王天主 很多人还是不敢下来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 非常勇敢的 这个瓦王 冒着生 就是冒着天胆 晃下生死 跟随了创世主下来 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 一直到 最后在人的三界里面 来建造了一个 在宇宙空间最低层次的地方 建造了一个三界 在命各神 各种神下来 以他们形象造人 基本上五色人种 这是一个基础 那神造人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有被记录起来 在东西方的宗教经典神话中 那这是真实的 包含黑人的神 真的是黑色的 那肤色是黑的 头发卷卷的不一样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黑人的神 下来造他们的黑人的皮 也就是这个人种 这个皮 分子造的这个人皮 那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回来讲这个 龙鼠菩萨 跟这个华元经 在佛家一般过气 大部分都理论比较多 讲的法理比较多 那在道家讲的是 具体的修持上的 说 数列的方面也比较多 身体的变化方面 就比较注意点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乱世中 要来去理解这些 所有的佛经的话 其实佛道两家 各位 稍微去设立一下 是ok的 因为 还没有提到说 不二法门的事情的时候 你过 还不是一个过一 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的时候 你就是 只是参考看看 为什么 因为在末王末节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在末王末节都不行了 是大家看不懂 那所以 其实在这空间 一样是在神所妇佑之下 虽然有一些外力的介入 所以有些学校教我们一些 物理化学的 宇宙的一些事情 虽然是很狭隘的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事情 你当你认识了以后 会对你的修炼也有帮助的 就像分子啊 岩子啊 垮克这种概念 那这相关的就是未来还是有用到一些的 那讲到龙树菩萨入龙宫这件事情 其实牵扯到的就是人体的结构 在另外空间的一些事情 那大方广佛法炎经 这个法炎经本身非常重要 就是在另外空间所展现开来的法 就入法界 入法界了 所以它四十花炎 特别就用一个入法界瓶 就是整部经 那八十花炎里面 把这部经也 这一部分呢 入法界瓶也收入起来了 那这个 整个另外空间的真相 对一般人来讲 其实都是非常陌生的 那眼见为凭的人 他根本不相信所有的另外空间的事情 总觉得是虚无的 其实 不是这样的 一个人 一个人体 能活能动 因为他有神的一面 如果这个神一离开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一个尸体 就是严神离开以后 这个生命 其实就像一个尸体一样 那所以禅宗才问说 那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我为何而来 我要去哪里 常常这样在提问自己 希望去振行 是神的一面 但这是好处 于佛中 智慧自然会会现身 那佛性一震动 震动十方滑界 那个 其实震动十方滑界 跟各位的身体结构 真实的宇宙身体结构有关系 各位的身体不只是一个分子这一层而已 所以你也有所谓的原神 还有你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本体 层层空间的身体 那这个在创世主的这个讲法中 都一一的提到 都提到这些结构 因为这是给宇宙非常高层次的千佛万主下来得了法 所以说讲的是宇宙根本的大法 开天霹地创造宇宙根本大法 这是前所未有的 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把宇宙这么高的话 在人间用人的语言讲出来 那身为大法的传承者 在各位没有亲自 遇到这部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修炼 修持宇宙根本大法的地址 就希望先用这个 我们所理解明白的震动到的这一部分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所看到的过去的佛教的经典中的一个天机 这个天机绝对也不是大家以前听过的 如果是大家以前听过 那就不是所谓的佛臣大法 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创世主所传的法 那还不过是一个末皇时期的话 是释迦摩尼佛所传的法 或其他的不同的神所留下来一些典故 那我有这个开天辟地的造化宇宙的根本大法 它能创造无量众生 无量天体宇宙 无量众生众神世界的这个法 才能解开 本身就创造宇宙的法 所以能解开一切的谜 所以创世主在下来传这一部法的时候 其实释迦摩尼就知道 他将以弥勒之身 传这个佛臣大法 所以创世主这次呢 趁着弥勒之佛臣 在三界 传出宇宙根本大法 所以很多语言呢 都语言到弥勒 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生 在所谓的刺头牧臣出生 蒙古独立的时候 中国变成金姆姬 在刺头牧臣 在金姬姆出生 那他传的话呢 其实就一本 他整个把他的法 他的讲法在中国讲法五十四场了 他其实传法到现在已经过了 已经传法过了二十五年了 只是大家还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 他就是所谓的创世法王迷勒 这个他有一部经典 他把他的整个讲法 整个集中起来 把他写成一本书 那他说以后大家呢 就看这本书 自然就能够得法成就 就修成就对了 那这部书的名字叫 《撞法轮》 《转动法轮》 《乾坤正的转法轮》 三个字而已 很简单 那这个创世主的名字 我就隐晦其名 我就不讲 我不讲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各位要去找 用点心去找 在围城的整个介绍里面 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个创世主 创世主 他在人间也有名字 以刘伯恩讲 他在虎兔初年出生的兔年 1951年 木子姓 木子姓 木子姓是什么 你大概可以猜得到 那再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 还是会来 讲到这个《花园经》 其实《花园经》可以讲 是在另外空间 无量诸神 都到场 无量诸佛菩萨到场 来可以看到 听到的 听到的这个 释迦牟尼证悟的话 这样打开 当然这个经典 在印度 佛教在印度失传 是后来有很多东西 都掺杂在佛教中 那以摩术菩萨 他证悟来讲 据说最起码有初地菩萨 以上 有人讲是十地菩萨 最起码是一个修行成就者 他在过去学了很多不同的门派东西 树类东西 所以最后 也在大乘中 就是在他修炼的锅里面有所证悟 那这个证悟的内涵 其实我这边稍微点破一下 这是因为在大法传传听 这个创始组在讲法中所证悟到的 其实这个我等到时候讲 你可能各位前面有看过 一切如来先前身 前身秘密前身设立 如来前身设立的这个经的解说 小花姐各位就知道了 其实人体就是地水火风组成 其实他里面有无量的义 无量义的什么如来设立 一切十八万世间法门的法意也在其中 这里讲起来不可思议了 这如何不可思议呢 那不是讲死掉的设立 一切如来 一切如来皆在其中 宇宙法界的秘密 跟人体的秘密过去 还真的不能让人类知道 一直到这次创始组出现的时候才打开 人体的秘密大到不可思议 也不能让人类知道一点点 但在过去的人类的修行 到家活家 大概都只能碰到一点点 真正的要打开这个谜 就是有创始组 因为整个宇宙结构 所有一切生命 众生众生 一切一切的一切 对他来讲 他是辽若之掌的 所以他来这次的讲法 用人能听懂的语言 讲出宇宙不可思议的整个真实的结构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跟宇宙空间的所有关系 所有的世界 什么极乐世界 什么世界 什么世界 什么 那个所谓的 西弥山 这个 很多很多 佛教 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 各宗教的这些 系统 其实他 最基本的东西 向各位打开 各位依所学的那部分 那个内涵 那个你设立过的 那个所谓的过期的神话资料里面 或是佛经里面 各位 自然可以振舞出前所有的华力 那龙树菩萨入龙宫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 重要的是 最起码他拿出了华眼镜 我们讲夏平华眼 他其实可以也可以讲出中品跟上品华眼 那夏平华眼就已经这么大了 这么不可思议 涉猎到不可思议的空间的无量的 众神 众火 菩萨 这个天神 世界 已经讲到不可思议了 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他是怎么去了解到这些东西 他如果没有到那个地位 他境界层次 没有到那么高 他其实 他也看不懂那些东西 所以可以 可以讲说 其实有人在 推想说龙树菩萨 其实是自己修行政务的 写出了华眼镜 但也有所谓的 就在讲说 考古中 在印度人哪边 有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塔 什么什么 靠近海边 当然大家都在推测 可是我这里直接来说的 其实 以龙树菩萨 他自己的境界层次 他政务以后 打开了 打开了另外空间 这是比较可靠的 可信的 那他 他据说他是用七颗戒指 打开 龙公里面的南山铁塔 有一个铁塔 这个南山铁塔 龙公南山铁塔 层层铁门 层层铁门 其实打开了七层 用七颗戒指 会想小 会想小的 那以佛家 释迦摩尼火来讲 修戒定位 大家都在打坐 在苏列的一些中心的时候 是属于炼丹 在铁丹 在另外空间集计的这个丹 其实那个铁丹 这是另一间 这是道家比较熟悉的 大家不知道 异想丹田的时候 那东西就会形成 那个所谓的 另外空间的物质形成 有时候人烧了以后 就会烧出色力来 就是类似的东西 那这个丹 其实是用来炸盘用的 把身上的关桥要在修 如果修成的时候 拿来炸的 一般不容易修成的 炼丹不容易修成 那炼丹 那主要是在丹田这边 丹田就有一个 肚脊下方这边 这也是在另外空间 所以我们谈到 人体的修炼 其实都在另外空间 人体的真相 是不死的真相 也在另外空间 所以受到现在科学影响的人 其实看不懂的 他也听不懂 所以读书 如果是西方的科技的概念 越多 越不容易理解 可是在西方科学 在进入到量子力学的时候 这又衔接到了另外空间 其实量子力学牵扯到 就是另外空间 微观的空间 他已经碰到神的 神的另一个领域了 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整个量子力学 为什么这么不可思议 其实 这个是有想 来打开人类 不要被科学所 框住的另外一个系统 所以在谈到 讲到量子力学 这部分呢 很多科学家 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跟我们一般 凡乎俗子 听到这个 讲到佛经 第一次听到佛经的讲解的时候 哇 也是不可思议 怎么那么不可思议 那 这些都是真实的 这些都是真实的 那各位的来历 因为层次的来历很高 千我灵王恩主下界 所以这一次才能听到 所谓创始组 直接把宇宙根本 天辟地的法在人间传出来 今天我只是一个 我们只是一个 用一个 比较粗浅的修炼人 我们并没有整个都打开 天幕打开 干嘛干嘛 还在修炼中的人 就以所所听到的 创始组做讲法 里面的证悟的内涵 我们悟到的一些内涵 跟各位来讲 其实创始组他是直接讲明的 只是讲明的过程里面 我们呢 融会贯通 急一反三才知道 哇不得了 原来以前 以前啊 龙鼠菩萨入龙宫 七颗戒指打开 所谓的蓝山铁塔 是怎么一回事 我再讲清楚一点 人体呢 人体呢 其实在 你看到那个人体的脊椎 其实就像一个铁塔 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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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人体在身上有很多官僑 其实都在另外空间 就像那个原神 前身的脉 这个都是一般肉眼看不到的 当然用科技可以测到一点点 所以这些后面的东西 其实是有很多内涵 以后人类都应该要知道的 那在这个人体的这个穴位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命门 那这个命门呢 其实这里啊 看起来在人来讲像一个小小小点 其实它是非常庞大的 创世讲像天一样那么大 非常大 那天到底多大 随着层层的铁门啊 它里面锁住层层铁门 锁住了层层的空间的身体 它这个所谓的锁住 就是里面的很多天机啊 如果过夜在链丹能够打开一层铁门 啪不得了 那另外空间的真相就 哇也是不可思议啊 龙树菩萨非常厉害 它联系打开了七层空间 那打开的境界层次 就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了 这个是因缘忌讳之下 为了也是跟人类留下一些 另外空间 神佛存在空间的见证 所以整个华元经主要是 进入法界所看到的所有天机啊 所以它在讲给大家的时候 其实哪一个最粗浅的 大家听得懂的 所谓的夏评华元来讲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龙树菩萨 以他修出来的七颗戒指 打开 打开这个还不是那所谓的 这个描述中的龙王 龙王邀请他去龙宫 让他看到那些自己看 请出来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他用七颗戒指打开七层铁门 这个就是层层铁门 南山铁塔在哪里 南山铁塔就是人的身体这个名门 就是一个天门 你要出三界 你要也是要开天门 天门不开你就出不了 就不了三界 很多层层空间也在里面 你人体的奥秘不可思议 打坐的时候自己可以正入 可以直接进入自己的空间场里面的很多 自己空间场跟宇宙空间的三界内的 西西多空间都连在一起 西西多多的空间都有你的身体 所以你自己能正入 那看你的来历多高 你眼神多高 你瞬间回到你的世界去 都是瞬间的事情 回到你的世界天体 无量众神见属 无量的世界的生命 在你来讲非常清楚 历历在目 非常清楚 可是你今天批的人生 以这个分子做成的这个人皮 还带一个人类的大脑 在人间颠倒形式 好在诸佛都有留下这些神迹神话 留下经典 才能让大家过去 释迦牟女传法到现在 西方的经典一样 让大家知道说神佛的存在 以至于东方的所谓道家 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佛家 留下更深一点的经典 以至于农念我们 人间历练到这时候 最后要打开 创世主要打开 宇宙的天机 开始洪传正华 所以妙法联华经 也叫正华法经 是宇宙正华在人间打开 因修 修宇宙正华而圆满的经 叫正华法经 也叫妙法联华经 所以大家拜经 其实功德不可思议 只是最后解经人 来帮你解开来说 各位啊 可不要忘了 真正创世主的宇宙 根本大法 正华已经在人间红传了 释迦牟女授记到地址 大家社入定基础山 等中国变金姆基的时候 圣人就出现在金姆 长春 以前我有画一张图 我那是看七国基础山 我就在基础山点一点 然后我也去过长春 长春公子那边点一点 两边用Google的路线一图 从这里到那边 哇不得了 这个一看 全部都是已经 历史上就有稍微安排好 定好的数据都出现了 那所以今天很简单 各位讲到 其实龙树菩萨跟华元经的关系 龙树菩萨其实震入自己的空间 华界 不同不可思议的空间 见证到无量诸佛菩萨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 写出啊 写出啊 一样是卢树我文 然后呢 然后正无量的这些东西 把它写出来了 那看到了另外空间 华界动能非常多的这个事情 其实一部佛经被集成了 那其实它有好多好多经典 好多好多经典 各位可以知道 一部华元经 也是有很多经典组成 那组成了以后呢 其实跟各位修行修帮助的 就像那个妙娃蓮花经也是一样 它都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一个一个节者讲而已 有时候还有很多不一样的 证悟的人讲的东西 那释迦摩尼佛 这样讲这个花元经释迦摩尼佛呢 在证悟成佛的时候 直接对另外空间的菩萨 那讲法也是可信的 接着证悟的时候 打开来就是这样 那在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 他以菩萨的境界层次 证悟到这些法理 好 那这个也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他后面呢 讲了一些他集的论 经论 这个是也能破一些不同 所谓的当时的外道 那这是也是很不简单的 但是我想一个一个人 在修行的时候 证悟了自己呢 自己的证悟了 真的证悟了进入法界 你修正到了一定的国位 进入到法界的时候 初法界 你真的 你能知道的东西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看到的 所见证的东西 讲起现在人类来讲 其实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大方广佛不可思议的解脱 解脱经 这是华言 华言经的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他在欧米有所谓的入法界品 所谓的善财五十三餐 那其实最后呢 五十三餐最后呢 会顿路什么呢 他就讲到迷勒 见证到迷勒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宝藏 宝藏塔楼 它是一个庄严塔楼 那譬如泽纳的庄严 和藏大的楼阁 那里面的无量的无量的 无量不可思议的 所有的这些天机奥秘都在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奴隶参协的 的一个人 到最后其实 其实也是有点受计说 最后会见证到迷勒传华 迷勒传华是以顿路的方式 它直接传了 就直接打开来了 就不需要你去误哦 很多东西不需要你去误 就盖基本的如来果位的天机 宇宙结果天机秘密 一下就给你了 直接压到你的层层空间里面去了 直接给你了 而我们每个人呢 神那一面呢 过目不忘 所以你在看到这部 主要经典状法轮的时候 一个字一个字 从头翻到尾一次 你就过目不忘 你神那边都记住了 层层空间啊 无量的 不可思议的 都在写这一步法 那你看第二遍 境界层次部分 第三遍不一样 你在人间修行上 修持上 跟随的这个法 宇宙根本大法 来写的时候 身心的变化又不可思议 拿灰都过来 再看这个法 奇怪 怎么又不一样 因为这部经 这个状法轮 其实它是一个活的 每个字都是不可思议的 从另外空间看过去 都是层层层层层的活到神 最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创世主的法身 那这个我们也是 随着这个机缘呢 人间到这时候呢 我们以一个创世主的 传承的大法弟子呢 来为各位呢 稍微就是一个浅浅显的解一下 这个所谓的 我们现在外面 大家看到的佛经呢 我想这些很多这个经典的 很多经辟的论述 很多在解释这个经的 有很多法师 也写下了很多的这个论述的文章 各位可以去参考 但是里面的 不管多大的思议 不可思议的境界见证的境界 其实你我都可以 因为得这个大法 而得到这个境界层次 其实就是你 其实只是打开你自己原来的 你自己佛的那个本位上的东西了 所以为什么想不明自信修法无意 我在前面呢 我们也有讲过哈 这个所谓的自信佛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那波勒金刚经的波勒经哈 波勒这是以为有没有一回事 他同是同一件事哈 同一件事 讲的是你你的佛体哈 你佛的本身的智慧 佛本身的特性哈 就是你的佛性 所以极心是是心是佛 其实讲的没有错 但这个心呢 可不是人心哈 啊 不是那个人心的 不是后天大脑所沾染的这些哈 心了 出于你又不染了 这是你的佛性了 所以无染结性直观自行解脱 是可以在这样的境界中呢 证悟到 证悟到什么 证悟到悟啊 那个力啊 证悟到这个 你的不死之身啊 如来不死之身 金刚不坏之身啊 就是你自己的本性 你自己真的不死 状况如此 真实不虚哈 但是 这个洛生是随着叶利因缘 在山街里面随着叶利因沦违转转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 弥勒佛真正创之主弥勒在传法的时候 传这一部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 他同时为各位善解一切乱世阴言 好 请他保护你修炼 好 这在这个传出来的时候 这个创之主就讲明了啊 这个功法的八大特点 他当开始是用气功的方式 所以各位应该知道 他是叫什么 就是后面会 其实后面就往前为大家打开 而且他在1997年 97年11月16日在台湾 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天机 从一个气功打开到 知道宇宙振华的天机 先告了整个宇宙 就从台湾开始 所以台湾的因缘也是相当殊胜 那我们在这里用围城小华姐 围城是一个大华地址 传承的大华地址 那我们用最粗浅的方式来跟各位介绍 因为大华地址千万人 一万人中很多政务的更高的都有 只是围城我们用这种所谓的 那现在我们能够传播给大家知道 这个宇宙的创世主义来 就是天机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 用展览 用这个我们空中用YouTube的方式 用其他的方式 以音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了 这个也是非常需要的 那在各位可能听起来都觉得 也不像外面在解经 它解的非常哇 这个华蝎 这个所谓的听起来很有内涵 我们讲的很简单 这个人体里面的主要观俏 在命人面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其实很多天机都打开了 你要出三界开天门 开天门 开天门就开这个门 围城有一个修炼 修炼的创刊号 修炼杂志创刊号 里面有讲到开天门 这是一个大瓦修炼的 政务不错的一位弟子写的 天门开 天门开 你就会见证到很多宇宙不可思议的空间 你当然可以写出很多不可思议的 这些所谓的论述 那其实龙树 龙树 入龙宫 龙宫 南海 南山 南山铁塔 南山铁塔 就是我们人体的后面 这个后面的命门这边 南山铁塔 它打开用七颗 它去修出来的 炼出的几个丹 它打开了七层的铁门 打开了七层的铁门 它直接震悟到了花园世界 不可思议的花园世界 把它写出来的 这所谓的夏评花园 这已经够大家去好好的去学习了 但各位的 如果你知道这次创世法王 苏加摩尼奖金49年 没有说法 因为他留下借力 只要告诫弟子 你就好修持自己借力 你能够这样 遇到米勒床 当然不是六十四亿万年 另外空间 六十四亿万年已经过去了 宇宙爆炸膨胀速度加快 时空已经变到不可思议了 创世主曾经说 1999年当时的疫苗 已经是过去的一年了 而且时空才加速 其实六十亿万年 我们知道 早就过去了 所以其实 米勒下来 这个天际也都讲明了 第五个佛 弦节第五个佛下来的时候 其实九百九十五个佛一起下来 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也非常厌抑 而且他们都 每个佛都叫做米勒 这个就令人更不可思议了 因为其实都来得这个 所谓的 创世主的米勒的这个活成大法 一得法的时候 其实现身出来 介绍这部法 就是米勒浑身了 所以历史上 弃子菩萨 就是那个布袋和尚 他其实也看到了 截着下来的米勒下来的事情 所以讲了一句 就是米勒米勒真米勒 浑身千百亿 是是是是 是人 是人之不是 这个是真实的现象 不是当年他能够 现那个米勒的像来传逃度的 是讲到真正米勒出来的时候 他的弟子浑身千百亿 他本身也浑身千百亿 其实一直在关注着大家 一直在等着大家 他用各种善巧方便 来讲 甚至用艺术的演出 来看嘛 来起伍大家 甚至来传话 让大家童话这部道法 有些不用羞耻的 就童话道法就回去了 那米勒的羞耻非常特别 所以在释迦摩尼的弟子 有一个叫米勒 一个叫阿姨多 不修禅定 不断猪肉 这个就在人间凶修 其实也影射了未来米勒传法的时候 你不需要修禅定 你打坐归打坐 教你打坐 但是你不是他们一直入定 不断猪肉 就算你在猪肉还是 人间的一些积定 为什么还是有啊 没关系 这个小事情 在修这个不断法的过程里面 因为法的这个内涵太大了 法太大了 人间的东西 其实还是不屑一顾了 慢慢的很多东西就会淡忘了 在真正的羞耻中 自然解开来了 而且天机一打开的时候 其实超过大家想象 比动物还更不可思议 所以最后米勒来引导善才童子 顿入这个庄严宝塔 这个塔楼里面 看到不可思议的 打开给他看 所以影射到的是 未来米勒传法的时候 各位修使就可以直接顿入 正入 从如来果未修其的法 直接见证到 你自己不可思议的 来历的一些天机 跟诸佛菩萨 为一大事应援在人间 传法讲法的天机 跟我们现在真正的 创世法王米勒已经传法25年来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大家去打开 去接这步 那2018年的现在 其实正是要前面打开的时候 宇宙的空间已经都处理好了 接下来要华正人间 所以大家要加快加步 你听到这些信息的话 一定要告诉你的左右灵性 你的好朋友 你的亲戚朋友 当然听得懂你讲的 这些你的修行道友 道卿都一样 你要告诉他们 米勒已经真的来了 这个创世法王米勒已经来了 希望来讲叫Misai 所以连希望的朋友也要告诉他们 那么多的外国朋友来台湾 你要告诉他们 你有那么多的朋友在海外 你要告诉他们 这个Misai 这个所谓救世主 其实已经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为神小花姐 要跟各位介绍的 这些经典的意义 当然我们后面在西方一言 也会介绍 那后面有一些重要的 佛教传前的经典 一些观念 一些传说 我们会点给大家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的是 所谓龙树菩萨 鹿龙公 起初这个华言经 夏品华言 这个历史故事 它的一些真相 在我们政务的 这个佛神大华座 政务的传承者中 我们 以比较浅显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天机这个真相 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讲到的 这个所谓龙树菩萨 跟华言经的真相 好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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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非常 那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